第563章 万象拍卖会 涅槃碑周围寂静无声 一道道目光汇聚在前方那三道身影之上 谁都清楚 当这里的事情在传开后 会在这万象城引起多么巨大的震动 涅槃碑地级前四 基本全部都是为四大超级王朝的德力战将所霸占 一时很久未曾能够有人将其撼动 但今天 林洞三人却直接地逼得其中的三席一主 而且从这三人的名字来看 显然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很有可能是来自同一个王朝 而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这王朝的实力则着实有点惊人了一些 苏奎也是面带着震撼地望着这一幕 忍不住地砸了砸嘴 他已是使劲地高估了林洞了 但依旧是没想到他能够达到第二名的地步 而且小雕与小炎竟也是仅仅落后一名互相紧靠 这等实力以及阵容 着实有点可怕 这三个家伙也不知道是怎么修炼的 明明只是来自低级王朝 但那能耐却是足以跟那些超级王朝的得力战将相媲美 苏奎暗自苦笑了一声 与林洞三人相比起来 他才知道什么才叫做差距 一旁的素柔倒是没有苏奎想的这么多 见到林洞三人这种优秀的场景 他那小脸上也是布满着欢喜的笑容 玄机还洋洋得意地看了一旁萎靡的银森 这家伙刚开始得了一个第九便是嚣张的要死 但现在这所谓的第九直接是被挤到了第十四去了 林洞向望着走回来的小雕两人也是微微的恋头 他知道依小雕的能耐 必然不可能只是排在这第一级第三 如果他想的话 直接冲进那天阶层次 将所有人都是压在下面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过那样则是太招人注意了一点 抬起头来 林洞的目光也是望向那金字的涅槃碑之上 在那地级层次的最顶端 三个灵性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而他只是在这三个名字上扫了一下 便是对着上面一去 在那里 有着一个比起其他的文字 更为庞大的金色字体浮现着 罗通 地级第一 风云王朝 风云王朝的人吗 林洞望着那只有排在第一名方才会出现的王朝署名的名字 双眼为咪 想来是没想到 这个排在地级第一的家伙 竟然会是风云王朝的人 这罗通实力极强 据说他已是在冲击第四次涅槃节 若是度过的话 风云王朝又将会多出一名重量级的强者 在林洞的身后 苏葵低声道 言语间充斥着忌惮 哼 冲击第四次涅槃节吗 文言林洞笑了笑 难怪能将另外三大王朝的得力战将压在下面 的确是有些本事 说着话时 林洞目光也是对着地级更往上的地方看去 但是那里面确实被金光所笼罩 根本看不到半点信息 涅槃碑天际区域 只有那些冲进了那里的强者 风才能够看见 那些家伙大多都是超级王朝之中的首领 实力极其强悍 文言林洞微微点头 据说只要能够冲进那天阶的层次 便是有资格冲击那所谓的涅槃金榜 看来这涅槃碑天际的含金量的确不小 林洞看了一会儿 也就是收获着目光 转过身来 目光似笑非笑地望着 那一脸僵硬的颜森 说道 现在我们有这种资格了吗 文言那颜森面色顿时一致 其身后先前还气焰极浓的强者 此时也是如同松打了茄子 竟是不敢再表露出丝毫的敌意 笑话 面前的三人都是足以跟超级王朝 得力战将媲美的人物 他们这些人就算是加上颜森 恐怕都不够对方捏的 颜森面色清白交替 即便是飞扬跋扈到他这种地步 在这种时候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干笑一声 然后带着人马灰溜溜的转身狼狈而去 林栋瞥了他们的背影一眼 也没有找麻烦的心思 他知道 一纳颜森的心性 应该知道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 三位朋友 在下长陵 若是不嫌弃 或许可以认识一下 在颜森等人灰溜溜的溜走时 那一旁一直关注着林栋三人的长陵 终于是忍不住的走了上来 冲着三人一抱拳 笑道 林栋望着 这名原本取得第五 但现在却是为他们三个 挤到第八的男子 厚着的脸庞上 并没有什么不满 反而是有着一些真诚 想要结交的味道 当即他也是一笑 拱手道 在下林栋 这是我的两位兄弟 林雕 林岩 地级前五 被一方王朝总揽三席 这事情在万象城 还是第一次发生 林栋兄弟 真是好能耐 想来不久之后的百朝大战 定能大方一彩 长陵由衷地道 侥幸罢了 林栋笑道 长陵笑着摇摇头 在涅槃碑的测试下 可不存在什么侥幸 不过 既然林栋不愿意在这上面多说什么 他也是迅速地转开话题 问道 林栋兄弟如今来到万象城 想来应该也是冲着两天之后的万象拍卖会而来的吧 万象拍卖会 文言林栋微微正了一下 哦 万象拍卖会是万象城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 每隔两个月开启一次 这种拍卖会基本算是远古战场中规格最高的 因为过了这万象城就得进入核心地带参加百朝大战了 所以很多人都想在这里逃到一些宝贝增加自己的战斗力 在林栋的身旁 苏奎低声解释道 文言林栋这才轻轻点了眼头 这万象城作为超级重城之一 汇叙到这里的强者数不胜数 使不定便是有谁在这空间中寻找到什么不知名的奇宝 进而拿到这里来拍卖 若是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够真的遇见什么惊人之物 此次的万象城拍卖会 据说有着天接灵宝的存在 若是三位有兴趣的话 或许可以去看看 就在林栋心中念头转动时 一道略显清冷的声音突然悦耳地传来 林栋抬起头来 却是见到那一身白衣的穆寒月 不知何时地来到了面前 一张动人的脸颊清冷而精致 多谢穆姑娘告知了 对于这位背后也是站着一方超级王朝的美人 林栋倒也是并没有怠慢 一拱手便是笑道 他知道他们之所以突然间变得热熟起来 甚至连这位性格清冷的穆寒月 都主动地与他们说话 无非是因为他们那高悬在 涅槃榜地级前四的名字 这种名次 想来就算是哪些超级王朝 都不会轻易的无视 毕竟若是能够拉拢 这无疑会大大的增强他们的实力 想来这穆寒月或许也是这般心思 即便拉不拢 至少也令得双方有着一点关系 那穆寒月针手轻点 美眸看了林栋一眼 也是点到即止 并没有表现出过于的热情 略奏寒暄便是转身 盈盈而去 林栋望着穆寒月那离去时的动人背影 倒是一笑 这女人不仅美丽 这女人不仅美丽 而且还很聪明 林栋兄 穆寒月可是万象城中出名的大美人 而且她背后可是站着孤月王朝 打着她的主意 指望着一步登天的人可不少 常灵见到林栋望着穆寒月离去的倩影 不由得笑道 哈哈哈哈 美人虽妙 奈何太远 闻言林栋笑了笑 这些年来她见过的女子也不少 论气容貌 还无人能够超过林青竹 而眼前的穆寒月也是差其一筹 说她不解风情也罢 至少连当初的林青竹 都没能够让她俯首称臣 成为那绕着花朵转的蜜蜂 更何况眼前的穆寒月 林栋兄三人今天表现太过出色 或许难免会引起那些超级王朝的注意 说不定他们便是有着收懒之意 长陵似是随意的道 我三人自由惯了 可没心思混击那等超级王朝 林栋淡淡的道 长陵也是聪明人 闻言心中悄悄松了一口气 林栋三人实力极强 若是再被那些超级王朝收拦而去的话 那对于他们而言 可不算什么好消息 接下来两人再度交谈了一会儿 然后那长陵方才转身而去 而林栋一行人也并没有在座停留 直接是在那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离开了广场 苏奎兄 两天后的拍卖会 我们或许可以去看看 离开广场 林栋对着身旁的苏奎笑道 嗯 我来安排 苏奎点了点头 他在万幸城待过一段时间 什么事情比林栋他们熟悉 这些事情他来做显然最为合适 怎么 你也对那拍卖会有兴趣 小雕懒泱泱的问道 天街灵宝总归是要去看看的 那种东西威力太强 落在旁人手中 是个不小的杀器 林栋微微点头 轻声说道 天街灵宝这种东西 就连那远古秘葬中 都是没有遇见过 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的拍卖会中出现 也不知道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为了这天街灵宝 看来这万象城中 少不了一番 兴风雪雨的争夺了